大家好,歡迎收看GameplayHK 我們又來玩GTA的MOD,這次要表演的就是崔佛 為什麼要找崔佛去扮Batman? 其實是這樣的,因為褲仔比較年輕 這次我們第一個MOD要扮演的就是66年的Batman 所以要找一個年紀有差不多的人去扮演才像 這件戲服就是1966年Batman的衣服 大家可以看到,還是很有超人的影子 穿這條內褲穿到外面 不過這樣,崔佛真的肥了一點點 所以就看到這麼臉腫 不過我相信這個中年法覆的Batman應該也是差不多樣子 而且這件衣服很明顯就是針織的毛衣服 沒有特別的功能 沒有什麼?沒有叫Batman嗎? 這個就是1966年的Batmobile 我們可以看看裡面有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裡面 竟然會有一個滅火桶 你看看,難道以前Batman是救火的? 其實這個應該是淡氣交測系統 我們看看這部Batmobile 1966年的其實也挺帥的 是很典型的美式肌肉車那一類的造型 後面還有一個噴射引擎 嘩,真的好棒 那我們現在進一部車看看這個箱子是怎樣的 軚盤還是很一般的軚盤 沒有Batman標誌 不過上面的EB板已經很棒了 還有雷達 這部車第一代的Batmobile 就沒有其他的武裝 你可以用自己身上所有的武器 我們坐上去就可以慢慢看一看造型 軚盤上也有蝙蝠標誌 原來軚盤的蝙蝠標誌是這樣的 既然這樣,我們開一部車兜一下風 其實大家喜不喜歡Batman呢? 如果喜歡的話,這一系列的Mob是挺棒的 當你玩故事模式的時候 可以扮演Batman去為民除害 不過,中年發福的吹佛版Batman就真的有些 哈哈哈哈 接下來就是1989年的Batman 這個Batman照駕褲子已經出世了 不過不要緊 吹佛版開就給吹佛版 我們稍後再找吹佛版開一些現代的車 吹佛,你怎麼了?你的手... 我覺得你很髒啊 我們先看看吹佛的樣子 這個就是1989年Batman的衣服 其實已經有些現在的影子了 看起來已經是比較大隻 不要太胖了 雖然我覺得衣服前面的肌肉是滑下去的 好了,我們看看現在這部車 這部就是1989年的Mobile 你看看,引擎已經放在前面了 當然了,車的款式是跟著時代去變的 這個造型更有機械感和獨特性 就是這樣的 好,我們看看上車是怎樣的 大家不要誤會 它不是順移上去的 只是上方向不是很適合的 如果你上車的方向是這裡的話 車頂的玻璃是會動的 我們看到內裝比其他比較簡陋 只不過是看到多了少少儀錶版 背部也是比較簡陋 這個完成度有點低,不過不要緊 但是這部車呢 非常之吵 完全就是這個肌肉車的感覺 那我們開一部車游一下風 武裝方面,這部蝙蝠車 都是沒有武裝的 只不過是一個載具 如果你真的要用武器的 就自己按出來 其實很多武器都可以拿出來用 我覺得算不錯 大家真的要小心 要不然就會交通失事 我們先換褲子 開一些現代的車 這次要看的就是這部車 Tumbra 大家看到它是有迷彩的 而且弄得非常仔細 有些紋理 跟剛才那兩部完全是沒有得比的 還有一個特點 我們先站在它旁邊 當我按三個形式的時候 是沒有反應的 為什麼呢? 原來這部車 是要這樣開門進去的 先按按鈕 富仔站好位了嗎? 行了行了行了 其實是要站好車頂位置 這樣才可以按鈕 還有呢 當我們上去之後 引擎後面是會有些熱空氣的 還有是亮了光的 應該是可以噴氣的 另外呢 我們先看看內裝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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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理了 那我們看回這裡 裡面的設計是非常仔細 也很漂亮的 看一下貼圖跟剛才那部完全不同 除了富仔的頭 不見了 不知去哪 好 我們先開這部車去拌揮一下風 其實就這樣看都挺好的 既然這部車做得這麼漂亮,我們試試在裡面駕駛是怎樣 右邊有一個速度的毒素,應該是算英里不是公里 但有個問題,其實在這裡駕駛是看不到前面,時間太差了 究竟蝙蝠俠美這部車是怎樣駕駛的呢 好,我們出來了,所以說超級英雄,不知道他本身厲害 連他的駕駛技術都要很好,不然這樣的事都不知道怎樣駕駛 連前面有什麼都看不到 這部車是有武裝的,只有一種,這就是機關槍 按L1就會開槍,就這樣向前射 好像趕羊一樣 神經病 不可以射到另一些位置,大家看到他只可以向前射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是很近的 你看,遠一點都打不到,還有很多煙 我覺得這部車也是拿出來營營就算了,應該沒什麼用 唉,真可憐 既然這樣,我們去試試另一部車 那部我準備玩的就叫做Mk II,即是上次Jokerfield改出來的車 看看究竟原生有什麼特別 最後介紹的就是這部Mk II 好,之前我們用Jokerfield已經拿過出來看 但是這個造型是更加漂亮的,我們先看看 看一看它 那輪子是超級仔細的 那車頭也沒那麼醜 不是這個Joker的嘴巴 再看上面那支炮桌 哇,完全就是兩樣東西 你看,有火神 有飛彈 我們站上來看看 飛彈也有 哇,旁邊那支不知道是什麼 看來是拿來瞄準的 我猜 那再看我的車尾 哇,沒有了 捉一下那兩隻腳 實在有型太多了 我覺得 都是有蝙蝠車一貫的標誌 就是這個噴射引擎 那車輪道還有蝙蝠標誌 只不過是沒那麼突出的意思 好,那我們就準備上車看看 那這輛車也是需要上車頭才上到的 就是這個位置 如果你不站上來 這個位置是開不了這輛車的 關門就要給油 讓門自己掉下來 看到當我們視點轉的時候 那支炮是跟著轉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裡面是什麼樣子 那視點就比剛才那輛好很多 起碼角度大一點 我們看得舒服一點 不過呢 就不覺得有這個儀錶板 究竟自己走什麼速度 他知道嗎 就這樣看樣子非常完美 那我們就看一下他的武裝 首先就是這個機關槍 大家看到火神是正在轉的 但是瞄準方面比較難 因為只有前面這個位置 粒準星大約打到那個位置 今天的操控我得一般 如果可以轉第一身開槍就爽了 然後還有飛彈 按多車的時候當然要用飛彈 我們要用飛彈 但是為什麼好像無瞄準 那樣子 喂 給一下面子吧 你射去哪裏 我們試試這個武道行 應該很多 哇 爆了 哇 這發飛彈真的值得 哈哈 哈哈 那我就有這個坦克車的導彈 打上天 不過有個問題就是 當你要轉角度的時候 其實你是瞄準不到 因為被車自己遮住了 如果可以改善到這件事就正了 那武裝就只有這幾樣 但是你說車好不好力 我們可以試試走走走 這部車的操控 這個塔好像動了一點就轉了很多 不算是 十分好駕 而且很容易失控 大家可以看到 在動的時候 動了一點就差很遠 那這次蝙蝠車的合集 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玩的 就可以下載來玩一下 我下面有連結 不過大家記住 如果你玩的時候 最好每次只用一個MOK 就不用一堆一起用 因為如果一堆一起用 就可能會有衝突 讓遊戲出問題 那就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